我真的全身都在颤抖啊 在与沃特福德队长次洛伊迪尼合影之后 一个被选为信任求同的小姑娘开心的说道 这天下午 她在牧师路球场 见证了迪尼的进球 以及主队2比1击败热刺的逆转胜利 建队137年以来 沃特福德第一次在英格兰顶级联赛 斩获开局次连胜 此前唯一的先例 还是巴胜于1988到89赛季的次级联赛 他们的吉祥物黄蜂哈里 不用再嘲讽赵哈也能抢战头条了 新赛季开启至今 能在四轮拿满12分的球队 就只有利物浦 切尔西和去计排名第14的敌尼们 自从2015年下千十个八季重反应超后 沃特福德已经连续三个赛季保际成功 排名为第13名 第17名和第14名 即使每年都要尽力换帅风波 和行风将相继出走 这支球队也没有振住万劫不复的深渊 本赛季开始前 博彩公司和卫报在四年内第三次 将沃特福德列入将棋候选 相较于狼顿和富勒姆的一致千金 迈走理查利森的黄蜂并没有太多补强 从开局接动看 门向本福斯特和中场塞马 成为了维尔的新晋级战力 不过 正如阿根廷人佩雷拉所言 面对舆论的低盼 他们的回应啃腔有力 我们的季前训练非常出色 评论员的意见不会影响我们的状态 我们很清楚自己的目标 你会看到的 我们会打出一个不错的赛季 对其他球 对阿而言 跟我们交手绝不是什么容易的事 出战四场357分钟 活动于左翼的佩雷拉已经轰入三球 为列队内射首榜投名 最近两年时间 她的时刻赢超进球 有九个都发生在牧师陆球场 而本队最近十三次破门 足有七个都有她参与其中 在先后送走了伊哈洛和理查利森后 哈雷格拉西亚的球队 已经迎来新主角的上位 在沃特福德的更衣室内 英语不佳的佩雷拉 还没法成为难以好 只有音乐响起 施展武技时 她才会当人不让的亮相 不难想象 如果带头大哥迪尼只需口头开开玩笑 无法完全领会意思的阿根平人 也只能赔个笑脸了 毫无疑问 已经效率沃特福德八年攻进114球的迪尼 就是这支球队的土头 暴力 抗争 不择手段 无所不用其极 附带着浓烈的草根顶性 她的精神属性 就是全队的战斗气质 这个夏天 年纪而立的迪尼重塑自我 除了坚持改善火石 减脂减肥 她也开始远离夜生活 约束自我 我已经三十岁了 不应该再像摇滚明星一样到处瞎浪了 凭借开祭祀场打入二球的表现 滴滴的主力位置无庸置疑 近期很少对手发阵容 做出调整的哈维格拉西亚 找到了现阶段最稳定的人马 自从2018年1月上任以来 主打4-42的西班牙人 已经为沃特福德带来七个主场胜利 与埃瑟纳 利务府 曼城 曼联和 热刺同期持平 作为波佐家族 入主以来的第十位主帅 哈维格拉西亚 要面对的挑战 实际还有许多 霍兰瓦斯和杨马特的助攻 定位球的高效 以及猛扑猛打的方式 都会在四连胜后 遭遇更凶猛的阻击 从莱斯特城和伯恩利 手中传来的黑马接力棒 只会愈发沉重 对于刚终结了三十亿年 逢热刺不胜的沃特福德而言 如何保持状态的持续性 一直是无法回忆的重要问题 上赛季 黄丰在八轮过后排名第四 201月到17赛季 他们在15轮战败位列第七 2015到16赛季 弗洛雷斯的球队 甚至在赛季过半时 还能排到第七 一度以四连上的姿态 快速穿升 换言之 强势开局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已经将家人接到英格兰的哈维格拉西亚 需要让沃特福德升级为上赛季的伯恩利 而不是过往的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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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季的伯恩利